大家對市長的肯定 我特別問你這個 財政經費的問題 你看 市長的回答 他已經撩弱執掌 每一個環節你都很清楚 這個是用心示證 是不容易的 好 請教市長就是說 氣爆發生一年多了 我想大致上這個後續 也大概在經過你 這麼用心的處理之後 大概也是告一段落了 我想氣爆的問題 包括你對後來很多的石化大廠 希望他總公司設在高雄 才能埋管線 我想這個就是市長 已經立下這樣的一個 新的規範之後 我想這個未來的推動 會不會有這麼困難 我想跟謝社長 跟各位觀眾跟大家說明 石化氣爆是高雄 半個世紀以來 最嚴重 會知道 第一個 高雄市政府非常的努力 在推動整個城市的轉型 但是我們在推動的過程之中 我們沒有去看到說 高雄在我們的地下 有89條的石化管線 這個管線 我們認為這是當時國營企業 國家 我們認為他在維護管理上 這是應該要非常的妥視 因為這牽涉到太嚴重的問題 高雄市政府在過去這個部分 我們的管理 監督 我們認為在這個部分 高雄市政府也許 我們不認為這是我們的責任 但是當今天 當我們去年的一個爆炸案以後 我們發現今天這個城市 是278萬的人口 我們在這裡 我們的石化管線 跟我們的生命財產息息相關 我們不能說這是誰的責任 但是當今天發生以後 我們高雄市只有去面對 我們不能不面對 在這個部分當中央說 這是你地方政府公務局哪一科 公務局哪一科的責任 他只是入權的管理 並不是你這個管線埋設 包括未來 所以我會覺得那個時候 我沒有要搭水果 給你應當 應在 我覺得那沒有意義 我們只有承擔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高雄市 我們立即在三個月之內 清查高雄市所有的管線 我們告訴所有管線 我們的中有 包括當時有高雄市所有 跟中油租用的這些石化業界 你們沒有把管線的圖像 如果不提供出來 我們高雄市就斷管 對 他們也非常配合 合作 才知道所有的圖像 在中油公司 我們就是要求中油 一定要把這個圖像 把最安全讓高雄市能夠知道 在我們的地下管線 有哪些管線 這個管線中間 是不是還有香函 如果有香函的部分 我們要立即遷移 沒有什麼比安全更重要 這是我們面臨很大的壓力 第二個就是說 當我們把香函清除以後 我們發現高雄市的這些管線 我們從那一天晚上半夜的經驗 就是說我要找管線 這個管線現在 它是運輸什麼樣的化學物資 這個都是需要 他就要過去寢視 他們的公司 管理等等 這個都有很多不足 所以我們很深的感受 我會覺得說今天 企業總部要在高雄 就是你整個高雄 承擔這麼大的風險 今天這些業界 也不在高雄納稅 高雄市民所有的後果 我們要承擔 你不在高雄納稅 高雄市民請何以後 現在業者反應 我們請求業者 跟高雄市政府配合 所以我們有 既有實話管線 自治條例 我們因為中央的法令 既然規範無助言 就不知道什麼要管 出事之後 你說我 我不行殺說 不是我 所以這樣我們就是用 既有實話管線管理自治條例 通過 我們就邀請 也沒有罰則 邀請你們業者把總公司 牽到高雄 跟高雄一體同命 如果大家都在這裡 先承擔風險 一起來面對我們未來管線 我們好的管理 嚴格的監督 這樣高雄市民 他們承擔這樣的風險 人家 我想市民那種安心的程度 一定會比較高 市長的責任 就是要必須給這個城市安全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支持我們 所有的實話業界藍牽 好 我想市長在這個事情上面 是展現了魄力 我相信現在就是利益跟責任 共同承擔了 我想這個應該 大家不會有太大的抗拒 這當中其實我想市長這一生 最重要的時間 其實都在高雄市 我相信市民一定感受到 市長用他用你一生 最強大的熱力 來照顧高雄市民 我想這個很多人可以感受得到 我要特別請教市長就是說 你在未來 你希望你心中的高雄市 它會變成什麼樣一個港都的城市 比方說你提到亞洲新灣區 最近國際港灣城市研討會 你也邀請到歐洲 美洲 亞洲的城市代表 大家一起來參加 我想從港灣城市的發展 高雄港作為整個亞洲港灣城市 其中的議員 他的條件其實國防媒都非常好 但是我們下一個就是在打造 然後港灣城市當中 市長未來的夢是到底是什麼 我想第一個 高雄的地理位置 高雄港的地理位置實在太好了 歐美 紐澳 亞洲 這是交會點 比亞洲地區其他的國家 就是可以說是高雄 是一個最佳的一個樞紐的地帶 我們會覺得說高雄港有這麼好的條件 但是高雄港過去扮演的角色 它就是一個重工業 日本時代是一個南靜的基點 是一個京港 但是後來就是高雄港 創造了高雄經濟的奇蹟 所以我們的貨櫃量 曾經是全球第三名 但是我覺得高雄 這應該不是高雄的發展 我覺得高雄港除了說 貨櫃量只是說 包含我們的過去加工出口區 我們曾經一段時間非常的輝煌 但是我覺得高雄應該慢慢的轉變 高雄港也跟國際很多的港口一樣 面臨了一些海洋生態 環保 海洋污染等等各種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全世界的港口城市 發展到某一個階段 我們是不是隨著整個全球化 各種不同的衝擊 大家是不是在這個部分 也面臨了一些困難 所以我們就高雄開始 第一個 我們會認為 高雄港我們要轉變 高雄港要轉變 但是高雄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對高雄港沒有智慧的疑地 我們沒有主導錢 我們沒有花一千 後來不是港式合一 對 我們當時就一再的提出來 港式合一 但是港式合一牽涉到 要修法漫長的騎乘 那太久了 所以我們就後來要求 我們可以港式合作 創造雙贏 我們就一直跟港務公司說 今天你所有舊的港口 從過去比較北的地方 舊的港口 我們應該要讓舊的港口 在油氣 休閒 或者在整個觀光 文創上 在這個港灣作舊發展 所以後來國奧特區 就這樣擋造出來 對 另外把我們過去的 高雄有貨櫃中心 高雄我們有100多個碼頭 是不是往北千 所以第二洲際貨櫃中心 就在這樣的一個共同思考 然後比較深水的港口 就這樣的結構 我們就是說 要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高雄市政府提出 亞洲新灣區 我們會認為高雄港 是一個非常優質美麗的港口 它不只是應該後櫃 所以我們高雄希望發展 郵輪的母港 郵輪的母港 你一次的載客量 大概都3千 3千人 4千人 然後這個高雄港 距離我們的市區 就在我們的市區裡面 所以這樣在推展整個觀光 還有我們在柏爾特區 過去有舊的港口 舊的倉庫 還有老的哈馬新車站 舊的整個鐵軌 園區 那是一個台灣 整個高雄港發展100年 非常令大家懷念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不斷的跟港務局 說高雄市政府願意合作 我們把這些舊的倉庫 由高雄市政府來經營 所以我們從一開始 兩個倉庫 三個倉庫 現在舊的港口25個倉庫 現在每一個倉庫都是爆滿 都是很多 非常有味道 非常有那個 有一天我住在城市上 我一大早起來 我就從愛河兩側跑一下 最後在沿著柏爾 跑到柴山 壽山 我頓然發現高雄頓美 清晨早上的那種天際線 天空這麼明朗 高雄的美 無法形容 所以我是覺得市長在高雄市 下了很大的功夫 所以